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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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學請翻到56頁 我們在過去的兩三個星期裡面呢 探討到了第三章 關於從古典的意識形態 一直到當代的意識形態 做了一些廣泛的介紹 那麼但是呢 到了最近 卻有一個很有趣的一種論點被提出來 各位看到56月這裡面所說的 那麼當然最早呢 這樣子的一種說法呢 是在1960年的時候 那麼哈佛大學的一位社會學的教授 叫Daniel Bale 那麼貝爾呢 他就曾經指出來說 那麼從19世紀到20世紀 長久的長達一個世紀的各種意識形態的辯論 那麼似乎呢已經走到了終點 那麼從貝爾的觀點而言的話 他認為呢 因為事實上已經證明 當然那時候是60年代還是冷戰的時候 但是他已經看得出來 那麼這種所謂的這種獨裁的這種共產主義呢 似乎那麼已經走到了盡頭 已經註定失敗了 那麼而當時各種方心為愛的社會主義 對不起所謂的福利國家 那麼是逐漸的興起 無論是左派的或者是右派的 似乎呢都可以接受所謂的福利國家 這樣子的一種理念 所以說貝爾呢他在1960年代就很大膽的提出來 他認為共產主義的失敗 即使是資本主義呢也做了一些修正 所有資本主義國家 其實福利國家的政策也都在這個推動 所以說他認為呢 他當時他稱為叫 就是the end of ideology 認為說意識形態的終結 他認為呢過去的這種當然是從經濟角度而言的話 這種經濟上的左右之變 事實上已經結束了 沒什麼好變 好大家都已經往中間靠了 所以當時貝爾60年代呢 就提出來所謂的意識形態的這個終結 那麼他認為未來 事實上就是大家都是走福利國家的政策 差別只是呢會在於說 討論的焦點就在於一些 如何的來使得福利國家制度呢 能夠運作的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你要如何的徵稅 你如何對老這個富裕的人徵稅 然後國家涉入到的一些 對於社會救濟的補助的這個制度的多寡等等 那都是社會都是福利國家 只不過是一些技術性的 如何來運作這樣子的福利國家政策的差異而已 但基本上的話 福利國家這樣子的一個目標呢 是大家所共同追求的 所以呢貝爾才認為說 事實上意識形態已經沒什麼好變了 好已經結束了 好這是第一種 最早的提出來的所謂的意識形態的終結的這種論點 當然後來呢更有名的就是1989年的時候 那麼美國的哈佛大學的政治學者 好叫Francis Fukuyama 好福山 那麼福山呢他很大膽的提出來 他認為說當然當時的情況是他看到 所謂的冷戰已經結束了 好所有的蘇東坡的浪潮席卷全 那個民主化的浪潮席卷全世界 那麼按照他的老師Huntington的說法的話 所以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也興起了 所以基本上啊福山在1989年就大膽的提出 他認為說不僅是歷史 所謂的意識形態的終結 更是歷史的終結 好已經證明所謂的民主資本主義式的 這樣子的一種體制已經席卷全世界了 好共產主義已經結束了 好從此之後呢整個世界就是民主的資本主義式的 當然民主就是指政治方面 資本主義就是指經濟方面呢 已經成為全世界的最具有優勢的一種 這個意識形態或者是價值觀 他說當然他所謂的歷史終結論 基本上是套用過去這個黑格爾所說的 那麼因為黑格爾呢他曾提出所謂的一個人類 人類的最終目標人類終結點是哪裡 黑格爾曾經認為說人類終結點呢 就是自由人居住在自由的社會 好這樣子一種自由人居住在自由社會的 這樣的理念似乎已經實現了 所以說他認為歷史已經不必寫下去了 人以後就是這樣子了 所以當然這樣子的說法呢 似乎是非常非常的這個樂觀 共產主義已經失敗了 這個所謂的民主這個資本主義已經全面的這個勝利 所以從此之後呢 也沒有任何的意識形態會再來挑戰 所謂的這種民主制度 沒有任何意識形態會來挑戰 所謂的意識形態的這樣子的這種說法 所以呢甚至呢 福山曾經如同各位看到課本身邊所說的 福山非常這個很這個俏皮的說 從此之後呢生活會非常的無聊 我們這些政治思想家也沒什麼好討論的 大家都已經沒有什麼好辯論的 那當然這樣子的一種樂觀的說法 事實上呢 我們也知道 不久之後呢 福山就被他自己的老師所反駁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他的老師就是Samuel Huntington Huntington是一位非常傳奇的政治學者 我們實際上說呢 很多的一些學術界的學者 終極一生能夠有一本代表作的已經足以流芳千古了 可是Huntington呢 一生中間代表作好多本 並很有趣的是每一本都很受爭議 這也是蠻有趣的 那麼比如說呢 當然他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我們以前曾經說過呢 像第三波對不對 比如說20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 那麼當然更具有代表性呢 是在1996年他出版的叫做所謂的文明衝突論 我把這本書寫在黑板上 是一旦握怎麼會ités 在文明術上 是一旦握的, 你覺得這本書寫的文明術上 沒야這個文明術上 沒有把那個文明術上 無論文明術上 到文明術上 在文明術上 我心理想明術上 這本書寫了 是不是呢 進入到了後冷戰時期之後 如同福山所那麼樂觀的預言 歷史都終結了 那麼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個所謂的自由的社會中間 從此之後也沒有意識形態之爭了 那麼Honeyton呢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那麼當然最早他的一些期刊論文 後來呢把他集結成書 在1996年出版 他最早的論文我記得是1994年就寫了 那麼96年他這本書叫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所謂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好這本書 那麼在這本書裡面呢 Honeyton他是做出比較不一樣的觀點 他認為呢即使是在冷戰結束完之後 並不是像Fukuyama所說的 從此大家過得幸福快樂日子 反而雖然意識形態的 過去的一種冷戰時期的 這種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 民主對獨裁的意識形態的這種之爭 似乎已經結束了 但是整個世界是不是就 從此過得幸福快樂日子呢 那麼Honeyton認為呢其實還是不會 在冷戰結束完之後呢 他認為起而代之是各種文明之間的衝突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文明之間 那麼還是會有可能會產生的衝突 這是他認為以後的世界所面臨的狀態 那麼當然當如果各位看過這個書 他我記得他在這個書裡面把世界分為八大文明區嘛 對不對 然後在不同文明區之間 人民的因為信仰價值觀的差異性 還是會產生衝突 這本書事實上 那剛推出的時候呢 也沒有太多人重視 並很多人嗤之以鼻的 所以呢根本就是被打入冷宮的一本書 沒有太多人重視它 那當然幾年之後 美國爆發了911的恐怖攻擊事件 這本書一下子洛陽紫貴 那麼賣得非常好 連台灣都出了好幾種翻譯本 然後也是非常暢銷 變成暢銷書 然後它的所謂的文明衝突論 從21世紀之後 儼然的成為當代 我們政治學討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無論是在一些政治思想的領域 或者是在國際關係的領域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當然還是很多爭議性啦 但是無論如何呢 這本書的一些觀點 還是頗值得我們研究政治的人 來加以思考 意識形態真的終結了嗎 那麼共產主義失敗了 但是人們之間的意識形態 尤其是政治意識形態 已經從此不再存在了嗎 我們看一下課本 接下來後面最後一段所談到的 事實上我們這些年來也發現 各位看到這一段的 倒數第六行這邊所說的 一些新的 並且還是蠻危險的意識形態 仍然是逐漸的出現 而挑戰了 那麼當代的各種價值 那麼即使是在共產主義崩潰之後 比如說這邊提到的 像新法西斯主義啊 像什麼分離式的民族主義啊 當然尤其是重要的是 所謂的伊斯蘭的基本教義派等等 那麼而他們都不斷的挑戰了 既有的所謂的 所謂的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 即使是在一些 所謂自由民主的國家內部 仍然存在的 許許多多意識形態的 一些不同的觀點跟分歧 例如說自由市場 或者是政府應該干預 就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算是福利國家 你政府的角色到底要如何拿捏 我們看看美國的民主黨 共和黨之間的辯論 仍然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一種分歧 那麼比如說宗教 宗教的事物 對一個國家 當然這個在台灣 其實不是那麼重要的議題 可是在很多國家的話 所謂的政教分離的程度 那麼到底這個宗教 對於一個國家的 這個政治上的影響 應該到底是扮演什麼樣的 一種角色 那麼而像美國的西方式的民主 它是不是要向一些開發中國家 尤其像回教國家等等 要推展 民主是不是一種普世價值 當然這個最近也在辯論 中國對不對 中國是不是要接受西方式的民主 還是中國是唯一的 是例外的等等 這些問題其實一直不斷在辯論 而這些問題當然也都是 跟意識形態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看這一段的 最後一句話所說的 其實福山也不必那麼的 這個哀怨說 從此之後會生活非常無聊 已經沒有什麼好辯論 其實還是有很多事情是值得繼續辯論的 意識形態之間的爭議 在政治學的領域 在整個世界上 仍然是非常值得我們來思考的 好 即使如果各位看到像昨天 對不對 我們有位非常著名的Sandell 來台大演講 對不對 關於正義的一些思考 對於許許多多人跟社會 人跟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其實還是有非常多的 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部分 好 我想我們這一張呢 那大致上課文部分就介紹到此 最後在這章結束之前 我想我們把前面一個部分稍微說明一下 請各位翻到前面第55頁 這邊呢 我們在最後把意識形態的部分 最後做一個總結的部分 這邊做一個小小的補充 就是關於我們剛才所談到的伊斯蘭教 好 當然過去習慣稱為回教 那伊斯蘭 伊斯蘭的話 伊斯蘭 如同我們看到這個55頁的下面這邊所說的 它是一個 有著非常古老淵源的一種新的意識形態 好 A new ideology with old roots 還蠻有趣的 一個有非常古老淵源的 但是卻是一個新的意識形態 當然主要是指的 像是基本教義派的 最近對於整個世界的 所造成的一些威脅等等 好 我們把這邊的內容 稍微做一些簡單的討論 如同這個標題所說的 那麼伊斯蘭主義 伊斯蘭主義呢 它這個說明了一個古老的意識形態 它能夠融合了非常古老的元素 但是卻能夠在近代非常迅速崛起的一個 非常有趣的一種案例 我們都知道伊斯蘭其實從好幾個世紀以前 就已經在中東地區普遍的存在 穆罕默德的信仰等等 但是一直到了最近這些年 才對整個世界對於國際局勢 對於國際關係造成了非常重大的一些影響 我們不要提古代 基督教跟回教之間的這種多次的戰爭 但是對整個世界的國際關係的影響的話 這幾年尤其作為非常顯著 當然其實伊斯蘭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對國際關係現在造成最大的一個討論的議題的 就是所謂的基本教義派 這個fundamentalism 那麼所謂的基本教義派 那麼基本教義派呢 如同課本這邊所說的 它大概是從13世紀左右 是從沙烏地阿拉伯開始出現 那麼其實我們從某個角度而言 所有的宗教都有基本教義派 當然目前我們一談到基本教義派 談到fundamentalist 好像就是指的伊斯蘭 其實不然 包含了基督教 包含了其他的宗教 也都有所謂的基本教義派 所謂的基本教義派 簡單的說 就是他們的信奉者 認為要按照那個宗教最原始的教義來行事 對不對 按照最原始的經文 或最原始的一些教義 當然有些宗教並沒有經文 那麼來做他們日常生活的最高的指導原則 反正就是說 要回歸到這個宗教最原始的本質的那種 就是所謂的基本教義派 所以無論是在伊斯蘭也罷 在基督教或在其他的宗教裡面 其實所謂的基本教義派 都是存在的 當然我們這邊所指的主要是指的 伊斯蘭的基本教義派 那麼是從13世紀的沙烏地阿拉伯那邊興起 當然目前在基本教義派裡面最具有代表性的 當然比較採取暴力手段的 就是所謂的蓋達 蓋達或者我們稱為基地 基地 這個字原來就是基地的意思 蓋達基地這個組織 那麼這是基本教義派裡面一個非常非常強敗的一個團體 那當然過去的領導人當然就知道最著名的就是賓拉登嘛 賓拉登當然已經死亡了 但是現在的蓋達或基地組織仍然有其他的領導人繼續在這個領導 那麼 而所謂的這個伊斯蘭的這個基本教義派呢 或者是伊斯蘭教本身 其實越上世界舞台的 對於當代的政治產生重大影響呢 還是從1979年開始 1979年伊朗革命 那麼 當然我們等一下也會說啦 其實在伊斯蘭教裡面比較大的 派系 我們稱為叫遜尼派 那麼 而另外的 像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 什葉派啊等等 算是比較小的派系 而 他們的這個所謂基本教義派本身的話 像當時伊朗主要是什葉派 好就是 因為巴勒維國王的一些政策 沒有辦法得到伊朗人民的支持 所以他們贏回了 他們的這個什葉派的這個 這個 這個領袖叫做 科美尼 對不對 發動了革命 把這個巴勒維驅除 然後開始呢 公投 99%通過了 實施所謂的 世界上第一部的伊斯蘭 以伊斯蘭教為宗旨的憲法 完全是以教領政 從此成為所謂的宗教式的威權獨裁 而是從1979年 1979年開始 所以在1979年科美尼的革命 實施了全世界第一個 所以以教領政的這樣子的 一種獨裁式的一個政體之後 那麼再加上後來的蘇聯 入侵阿富汗 那麼使得我們所謂的 這種基本教義派呢 趁勢興起 那麼所謂的基本教義派 我們這邊所談到的 作為一種伊斯形態 它是融合了宗教 融合了民族主義 再加上所謂的社會主義的一些成分 並且呢對於所謂的現代化 對於現代性呢 是有高度的一種怨恨 因為他們認為所謂的現代化理論 西方世界所推動的現代化 事實上是對於 伊斯蘭世界是造成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所以我們所說的 基本教義派 它的一個意識形態呢 我如同課本這邊所說的 它是融合了宗教的思想 加上了民族主義的色彩 加上了社會主義的色彩 並且是對於西方所推動的現代化的 這樣的一種怨恨 綜合而成的 那麼他們認為呢 在美國所領導的西方世界 侵蝕了 伊斯蘭的世界的道德 跟這個文化 損傷了他們的一些道德 然後呢 也侵略了他們的一些文化 並且征服了經濟 然後竊佔了土地 所以這什麼因素都影響到了 道德淪喪 然後呢 文化這個受到這個侵害 然後經濟受到影響主要是什麼 因為從19世紀末發現了石油 然後呢 西方世界有所謂的7 sisters 叫做七姐妹 好 美國 英國 歐洲有七大石油公司 在整個的這個中東地區 然後呢 開採石油 當時都是殖民地嘛 對不對 所以呢 等於說大量的石油 提供了西方國家的工業發展 但是呢 這個石油價格被壓得非常非常低 而 這些國家 他們自己生產石油 但是這些國家卻是普遍的一窮二百 大量豐富的石油 提供西方國家以非常低廉的代價 提供西方工業國家工業發展的需要 可是這些國家 國家卻很窮 因為他們不能從石油賺錢 所以當然這個後來造成了就1973年的 所謂的OPEC成立之後 所推動的所謂的石油危機 對不對 從利比亞第一個嘛 把石油國有化 就是格拉費稿的嘛 對不對 那麼進行石油國有化政策 然後藉由團體的力量 藉由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是集體的跟西方石油國家的這些大公司來做集體的bargain 然後石油價格 當時從1970年代 從一桶不到一塊錢美金 一下暴漲成十幾塊美金 西方國家就受不了了 你現在想想看 一桶從一塊錢到十幾塊 當然這個對他們而言的話 就是說你的生產工業產品的成本大為增加 可是十幾塊對現在而言的話好像也是 蠻好笑的嘛 現在一桶一百多塊對不對 但是那時候石油危機造成全世界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震撼 那麼所以他們認為無論是在道德上 在文化上在經濟上 當然最直接的仇恨就來自於政治上 政治上的話主要就是怎麼樣 以色列的建國 使得這個所謂的回教世界 基督所謂的這個伊斯蘭世界 普遍的對西方世界是有的高度的一個敵意 那我這邊也順便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以色列的一個這個故事好了 以色列呢它是在1948年建國的 那麼我記得它的面積是大概台灣的三分之一左右 那麼人口七百萬人 非常強悍的一個國家 那以色列為什麼 以色列人為什麼在那邊建國 我想這個歷史可能各位或多或少都了解 我把它稍微簡單的說明一下 以色列人呢 當然他是在公元前一千兩百年 就建立了所謂的一個王國 距離現在已經三千多年前了 好我想這個故事大家都知道嘛對不對 神話故事的話 從宗教的角度而言摩西 對不對出埃及記 帶著以色列人 那麼渡紅海還很多神機嘛對不對 然後呢到了這個西奈半島啊 然後到這個所謂的巴勒斯坦地方 因為他們認為那是他們神上帝應允之地 那邊是流著牛奶與蜂蜜的 非常好的地方 那是神給他們的地方 他們去那邊建國 而真的建國了 那麼在西元前一千兩百年建國了 可是呢 這個以色列國呢 後來呢大概到了這個西元一百三十二年 就被羅馬帝國所消滅 所以已經滅國了大概也有將近兩千年的歷史 所以呢巴勒斯坦地方所建立的里色列國 在公元一百三十二年 就被羅馬帝國所消滅 那當然我們知道原來住在那邊的一些猶太人 就開始四處流浪到世界各國去 這個猶太人也是個非常非常特殊的民族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 當你被消滅了兩千年之後 這個民族竟然還能夠保留他的宗教 保留他的文字 保留他的風俗習慣 並且你的相近力還這麼強 這是絕無僅有的 你看猶太人到世界各國去 到歐洲到美國 甚至到非洲到世界各國去 都繼續的能夠保留他們的一些 我們所說的價值觀 他們的語言 希伯來文 文化 宗教 都沒有被當地所同化 當然這件事後來希特勒最不滿的地方 對不對 那麼只有一個例外 猶太人到了中國 就被中國人同化了 可見中華民族多麼偉大 這是據說 這是據說 有一種說法 有些猶太人到了中國河南 他們發現河南有一些鄉下地方 似乎那邊有一些猶太人的後衣在那邊 然後他們還是保留了若干蛛絲馬跡 可以找到一些猶太人的傳統 舉例來說 聽說啦 各位知道那時候不是什麼 所羅門還是哪個要殺光所有的什麼長子 有沒有 他們在門口上貼什麼那個東西 據說就是中國後來春聯的起源 不曉得 有一種說法 就是猶太人他們有一些起源 還保留了他們原來的東西 而中國就跟中國人之間 也有一些互相文化上的一些融合 或互相的交流 但基本上猶太人在中國已經看不太出來 幾個世紀之後 猶太人幾乎已經完全被漢人 漢民族所同化 這是唯一的例外 可是在其他各個地方 猶太人的傳統都一直保留下來 並且他們一直兩千多年了 一直希望能夠重新復國 當然我們也知道猶太人非常會經營生意 對不對 他們在西方 尤其在美國英國 比如說美國華爾街的銀行業 幾乎都猶太人操控 這也是為什麼一直到今天為止 美國的政府 他的政策上一直是非常挺以色列的 因為他們的最大的金主 很多的政治人物 很多的一些議員 背後的金主就是猶太人 所以當然他們在政策上是要挺 挺以色列的 這是非常密切的利益關係 可是我們剛才說過 猶太人經過了幾千年的滅國之恨 從伊斯大戰之前 他們就開始有猶太人的復興運動 然後呢 對於英國 對美國 不斷的對他們 尤其當時二次大戰的時候 跟德國作戰 德國跟猶太人之間 那當然是深仇大恨 多好猶太人被送上集中營 對不對 死在那邊 所以猶太人非常大力的支持美國跟英國 來 希望他們能夠擊敗德國 而當然他們的條件是什麼 希望 二次大戰結束完之後 英美這些西方國家能夠協助 猶太人完成這個千年來的願望 能夠重新回到 一個兩千多年前 他們就已經曾經建立的家園 重新回到那個上帝應允之地 那個留著牛奶與蜜糖之地 能夠重新建國 而美國英國呢也答應 當然從這個所謂的這個 各方面的利益考量的話 美國英國 並且原來那個地方就是英國的殖民地嘛 所以英國人 其實英國人捅了很多樓子啦 留給後世很多麻煩 殖民地殺手不管人就走了等等 那麼英國人就同意 我的殖民地嘛 我就讓你建國嘛 什麼關係 當時想的非常的簡單 所以二次大戰 同盟國打敗了德國 那麼當然猶太人就希望 英美這西方國家 能夠兌現他們的諾言 後來呢 真的在英美的主導之下 1947年聯合國還通過了決議案 我們看到上個月 聯合國又通過了決議案 讓巴勒斯坦擁有這個獨立國家的地位 準獨立國家的地位啦 但是是不是能夠成功 其實還很難講 其實一點也不稀奇 1947年就通過了 1947年通過了決議案 那個決議案從來沒有實施過 他通過什麼樣的決議案呢 就是當時聯合國 1947年通過的決議案就是 是在巴勒斯坦地方建立兩個國家 一個是猶太人的國家 一個是阿拉伯人的國家 這是聯合國正式通過的決議案 我記得是八十幾還七十幾決議案 最早的決議案 可是通過完之後呢 阿拉伯國家群其反對 這理由很簡單嘛 那邊是我們阿拉伯國家 巴勒斯坦人也是阿拉伯人嘛對不對 我們那個地方住了兩千年 難道還不是我們的故鄉嗎 你怎麼可以在我們故鄉裡面 硬挖一塊地給別人 對不對 我們在台灣 現在好像講台灣人對不對 你是三百年前來的 還是五十年前來的 都已經吵半天了 人家那邊住了兩千年耶 兩千年住的地方還不叫故鄉 那還叫什麼 所以呢阿拉伯人當然群其反對 他們認為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你們就在那邊決議了 就在我們土地上建立一個國家 所以阿拉伯人一般來說全部都反對啊 英國不管 英國呢在1948年就撤出了 這個殖民地的這個就是對他的佔領 英國就撤出了 然後呢以色列搶先宣佈建國 當時全世界各地猶太人 紛紛回去那個土地 放棄了可能在紐約華爾街的百萬高薪等等 紛紛回去了那個地方 重新來實現他們祖先的夢想 重新在那邊建立 所以一口氣回去了幾百萬人 這也是很 就從某個角度來看也是蠻這個 蠻這個可敬的啦對不對 他們明明知道去那邊是一個很痛苦的生活 可能要付出賠償生命 如果是各位你們有這種勇氣嗎 現在撥一個地方讓你去那邊 放棄一切回去那邊重新建國 你為了 你願意為了建國付出生命嗎 當然這是很敏感的話題 所以呢 1948年以色列一宣布建國 阿拉伯人受不了啦 對不對 就開始打他 那以色列馬上反擊 當然背後 後來也成為代理人戰爭嘛 阿拉伯世界普遍當時受到蘇聯的支持 那麼以色列受到美國的支持 好幾次的以阿拉戰爭進行 對不對 然後等等 以色列人幾乎都贏嘛 不僅是原來的給他們的土地 還包含了加薩走廊 包含了西奈半島 全部給他佔領 對不對 然後打得不一樂乎的 所以這就是他們的一個來源 然後阿拉伯人每次都被他們打扮 然後大概越痕越結越深 死了多少人在那邊 所以當然我們說這些因素 回到我們這邊所說的基本教義派 無論是文化上的 然後這個 或者是說這個道德上的 經濟上的 政治上的 使得這個 伊斯蘭世界呢 其實普遍的對於西方世界 是懷著非常高度的敵意 當然還有歷史上 幾個世紀以來的 基督教跟伊斯蘭教之間的 這種恩怨 恩怨情仇 那麼 當然另外就是我們所說的現代化 他們認為這種回教世界 伊斯蘭世界是沒有辦法 全門接受西方世界的 這種價值觀 跟所謂現代化的一種東西 而這些國家逐漸的 中東地區呢 逐漸的被迫現代化之後 其實事實上是造成了他們普遍的 所謂的失敗 失敗的一種狀態 那麼人口大量的增加 高失業率 政府的腐化等等 都是現代化之後 所產生的一些後遺症 使得他們對於 受西方文明的這種侵蝕 也抱持著高度的這個不滿 那麼 所以我們剛才所說的 在這種環境之下呢 所謂的基本教育派呢 應運而生 他們認為他還在回歸 所謂的伊斯蘭最原始的本質 不要在這個花花世界裡面 受到這麼多污染 那麼 所以我們說呢 他本身是有宗教式的意涵 但是也結合了我們剛才所說的 民族主義的色彩 而他們更強調所謂的政教合一 融合了民族主義 然後呢加上政教合一 比如說呢他們 他們把清真寺 視為一種最高的統治象徵嘛 清真寺跟國家之間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那麼 課本這邊也提到了 那麼 他們希望所建立的是 這種阿拉伯世界裡面 建立一個普遍的所謂的 回教的社群 其實是不分國家的 就整個阿拉伯世界 全部都是這種所謂的 伊斯蘭的這種 大的一個所謂的 這個回教社群 所以呢 他們對於國家 其實基本上 並不是非常的熱衷 他們認為這是所謂的 偶像崇拜的一種形式 課本這邊特別提到 所以像賓拉登 賓拉登他所推動的 所謂的那種 大組織的話 其實他們並不是非常熱衷於 什麼巴勒斯坦 或者是什麼伊拉克的 這種所謂的民族自覺的運動 或者說建國等等 其實賓拉登本身 並不是那麼熱衷 賓拉登的想法是希望 整個的回教世界 能夠團結起來 而不是鼓勵 個別國家的 民族主義的這種 這種想法 所以呢 即使 像是這個 這個 巴基斯坦 或者是沙烏地呢 也害怕 有一天 基本教育派反過頭來 對於他們的這種 國家的控制 也會造成不利的影響 因為他們並不是要幫助 你這些國家來對抗西方之間 根本就是要建立整個的 所謂的 伊斯蘭的這種 回教世界的這樣的一個影響力 而不是針對個別國家 要幫幫助他們如何 來對抗西方 西方這個國家 那麼 而當然 比較重要的是 因為這個基本教育派 我們所說的 就是所謂 蓋達組織的話 他們是採取所謂 暴力手段 這是比較 當然西方之間稱為 叫恐怖主義嘛 用暴力手段 來追求他們的一個目標 來反抗西方世界 那麼 所以呢 這是他們一個比較大的 這個問題 那其中我們剛才所說的 這個蓋達組織的話 會稱為激勵組織 我們剛才說是1989年創立的 它是當最早是為了抵抗 蘇聯入侵阿富汗 為了最早是抵抗蘇聯入侵阿富汗 而成立的 那後來呢 漸漸的目標越來越大了 他們希望呢 消滅所有的 入侵回教世界的西方勢力 所以在各地發起聖戰 好 等等等等 造成很大的一些影響 尤其在21世紀 那麼 但是呢 這樣子的一種所謂的 基本教育派採取暴力手段的 這樣子的一種意識形態呢 好 也有它的一些缺點 我們最後再談到 實質上它也是具有 相當的社會主義的色彩 因為從畢拉登他們的思想 我們說過 他們希望建立一個 廣泛的 伊斯蘭的世界 而這個廣泛的 很龐大的伊斯蘭世界呢 是能夠 這個 在思想上非常進化的 然後在經濟上非常富有的 所有的回教子民呢 能夠 都能享受非常好的生活的 所以有一點所謂社會主義的 這樣子的色彩 打破國家的疆界 等等來建立他們 屬於他們的一個 宗教式的一個國度 那麼 但是他們的一些缺點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最後面所談到的 大概有三方面 第一個 因為 所謂的這個伊斯蘭的這個世界裡面 仍然有許多不同的派系 基本上 像基本教育派本身呢 也分為主流 正統的 跟所謂的非主流的派系的 這種區分 我們剛才說過呢 大概基本上 基本教育派的話 它仍然有兩個最主要的派系 一個是佔了85%人口的 我們稱為叫遜尼派 這是所謂的兩個最重要的派系 遜尼派是在絕對優勢啦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像伊拉克 它在很多國家的話 遜尼派的佔絕對多數 佔了85% 但是少數地方呢 像什葉派的話 我們剛才說過的 比如說像是伊朗 那麼他們就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屬於什葉派 然後部分在黎巴嫩 等等一些地區 是什葉派的一個勢力範圍 那在伊拉克裡比較複雜 伊拉克除了遜尼派呢 也壓迫什葉派之外 然後伊拉克境內 還有另外還有一個少數民族 叫庫德族 對不對 然後庫德族 庫德族分佈在 伊拉克 土耳其 然後西亞還有一些部分 然後另外伊朗有一部分 都是所謂的庫德族的生存的一個地方 庫德族各位有沒有聽過 知道嗎 這個跟我們中國歷史上淵源也很深啊 他以前他們的宗教叫做拜火教 都稱為仙教 曾經在唐朝中呢 在中土也流傳過一陣子 他們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 據說啦 單一民族還沒有辦法建立國家的 幾千萬人 然後流離失所 受到各國的壓迫 土耳其人不喜歡他們 然後呢這個 這個伊拉克人也不喜歡他們 他們到處流浪 然後也希望建國 可是到處都被被壓迫 然後呢 他們並沒有太有錢的人 在美國英國遊說 所以呢 沒有人理他們 所以呢 他們的建國呼聲就是被忽略了 他們是世界上 大概是目前單一民族裡面最慘的一個 好這個 我們也是談到這個 這個庫德族就覺得這個心聲這個聯席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讀一個書叫做 《倚天屠龍記》 《倚天屠龍記》裡面 那時候張無記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福斯塔一個女生叫做小招 小招後來被迎回去回去做拜火教的教主 事實上就回庫德族 所以他是小招的後代 所以 這樣就跟我們有淵源 什麼淵源 那麼這個 庫德族當然 所以那邊其實中東局勢非常非常複雜 那我們這邊所談到的是像 迅女派跟實驗派的話 他們之間其實也是非常的這個鬥爭 非常的這個激烈 所以呢本身並不是非常的團結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事實上 就是 伊斯蘭基本教育派呢 他們 文科克本這邊所提到的 他們並沒有一個非常完整或嚴謹的 所謂經濟發展的東西 沒有什麼經濟計劃 你不可能說你把西方人趕走 就靠你的石油 然後就賺大錢充實一輩子 過著無憂無慮生活 對不對 你還是要從事一些經濟的建設等等 但是這一方面的話 是伊斯蘭基本教育派比較欠缺的 他們比較沒有相對的一些經濟發展的一些計劃 所以讓很多的阿拉伯人也不能夠接受 第三個呢當然就是過去的蓋達組織 不分金紅照白 對於其他的回教徒 他一樣殺害 所以也引起了其他的一些國家 回教國家 或者是其他的回教徒的話 對基本教育派本身 事實上也有相當的抵制 像沙烏地阿拉伯就一直不是非常的支持 雖然這個賓拉登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人 但是沙烏地阿拉伯還一天到晚害怕被他們推翻 然後對他們其實也是心存這個芥蒂 所以基本上的話 這是大概我們所談到的 伊斯蘭尤其是基本教育派 他做一個非常古老淵源的 一種新的意識形態 當然在21世紀的話 對於整個世界都造成相當重大的影響 好我想這是我們非常簡略的 關於這個基本教育派本身的一個說明 那我們這一章的話大概就討論到此 結果如何訴討論到如此 那麼整個地方